10月27日,3D华语敬飞动作电影《风暴》在京举行了点降台发布会 当天,刘德华、江志强、姚晨、林家栋、胡军等一众主创集体亮相 从2002年12月12日上映的《无间道》开始 《贺岁档》已然成为刘德华奉献精彩作品的黄金时期 而今年《风暴》也将定当在双十二《贺岁》 与冯小刚、宁浩等导演的作品竞争 该片也是刘德华第146部电影 此次再战《贺岁档》刘德华也是拼尽了全力 除了拍摄上演员都拼尽全力外 片场也是乐趣十足 当天发布会上,姚晨就主动爆料了刘德华躺枪生子的去世 《贺岁档》一声 当然那个时候我确实已经怀疑了 可是我自己不知道 所以我后来说我们导演是个预演家 真的 所以当你在说那句台词的时候 跟你的自己的人生刚好是重叠的 所以我们导演说 以后谁不好好演戏 就写谁关于 您特别开心 写我写我写我 大家很关心 每天都说我有小爱 他们说的不准 你就写 下次这事就不问你了 我们直接在原地 写我写了没 对 导演写了吗 这事 写了 明天就乱写了 哭六娱乐北京报道